打擊率也上升到了三成五 這球這一回真的是穿過了三右肩 是讓他打成滾地球沒有錯 但是狀況真的是這個七八兩棒 鍾春煌跟平田楊介爾 這幾場都打得非常的出色 這時候也讓日本隊在這場比賽 還是率先的打下分數 送回了鍾田祥 狀況真的是很好 我們跟他連續兩顆球來講 他對球近你的位置 其實掌握到還蠻不錯 這球球雖然肌肉有點比較早 但是還是有辦法打穿三右的防線 當然如果打在游擊手精彩後的前面 結果又不一樣 但這個球剛好就從三右肩穿了過去 也使日本隊在這場比賽 目前取得一分的領先